好好照顾家籍失智家庭纪录片 透过纪录片让民众认识失智症 也提醒大众要更加的关心照顾者 高雄市失智共同照护中心 推出多部的失智照顾纪录影片 以不同的家庭真实故事 带领民众认识相关议题 今年发表好好照顾该地 探讨家庭分担照顾的责任 与劳劳照顾的勇气 失智的症状的话 有可能是记忆的缺损 然后有可能是情绪的变化 或者是变得跟以前的他不一样 那这时候最感觉最深的 其实是他的家人 所以这个主要照顾者 会从开始发病 一直退化到越来越严重 其实都是他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想要到 叫大家关心这个照顾者 因为这个主要照顾者 他很有可能就是在照顾的过程中 因为时间很漫长 六年八年十年 吃不好睡不好 照顾者的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当爸爸不定期 不定时 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一些状况 突发状况出来 你真的会手足无措 然后会紧张 然后你会 就像人家讲的会抓狂 我想告诉这些 失智症患者的照顾者 压力一定有 情绪一定有 你一定要想办法 给自己找一个宣泄的管道跟途径 在影片当中 也呈现失智症 不只改变患者的生活 也让家人们重新思考 自己人生规划与家庭的角色 例如照顾者 庄先生为了疏解 照顾的压力 完成空中大学 法律系的进修 也充实自己的生命 史方新闻 贵文 曲建一 高雄 采访报道